還記得吧,我們上禮拜好像第一個,在這邊插入什麼,按右鍵先插入一個藍 這個藍的名稱叫,叫年吧,OK,有沒有 這邊輸了一個年 然後這個年的話是用插入函數 哪個函數用那個Lapt吧,文字類裡面的那個Lapt 然後取得前面的三個字吧,OK 然後呢,向下填滿 可是喔,如果假如說你每一次又有下載新的資料 然後又要再來一次,那豈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好,那年一個,第二個是區跟路接到 那你這邊也是一樣啦,所以你這邊可能要輸入什麼區 有沒有,然後再來就是把區的公司輸入之後向下填滿 可是你如果想說,老師那我如果 我以後呢,也不希望說每一次都要再來一次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寫一段程式 那就可以把剛剛的動作讓它自動完成呢 那幾個方法啦 第一個方法就是你把剛剛的動作 做路式聚集,然後再讓它WALK 不過前提可能你就是要先寫 但是你會發現啦,路下來的東西 其實會比較沒效率 所以我是建議啦,如果可以自己寫是更好 因為自己寫的話,其實像剛剛插入欄有沒有 其實就是寫完大概就是這四行程式就OK了 如果你錄製的話,所以你們可以先練習 因為往後很多程式不會寫沒關係啦 錄的應該也可以拿來做修改 所以剛剛的動作喔,你可以先彩排一下 假設我要先錄製剛剛的那個動作的話 那那個錄製聚集,第一個 一樣也要到開發人員的錄製聚集 錄製的話其實跟我們那個錄影很像 按下去之後它就幫你把你的動作錄下來 我們錄影的話是錄成影像 那這個VBA的話 這個聚集的話是錄成VBA的程式 所以我錄一下,因為如果你假設不太熟悉錄製聚集 我建議你平常也可以多練習 就是你只要是每天會重複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把它做成步驟 然後照著這個步驟做一遍之後 錄製成對應的程式嘛 執行它就可以幫你重新再做過了 我試試給各位看喔,OK 那不過啦,一樣喔,這個程式也是一樣 也不允許一點點的錯誤 就多做了,就是BUG OK,所以你最好彩排 像剛剛的動作彩排過這個 然後把那個黏給刪掉,再重做一遍 所以我做一次一個問題 第一個喔,我們先錄製聚集 那因為我剛剛彩排過了 那這個名稱要叫什麼? 叫插入欄好了 類似像這個名稱,按確定 OK 為什麼我的常常都看不到? 接下來我來看一下喔 因為慢慢要熟悉如何錄製聚集 因為以後你如果不會寫的程式 我覺得Excel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可以透過錄製聚集 它會幫你寫出來 然後你有的參考 不然的話,如果假如你用別的語言 你不會寫就沒辦法 就是寫不出來啊 OK 所以自己,我們做一次 所以第一步喔 錄製聚集 名稱也許叫插入欄 好,按確定 第二步的話,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就不要亂做動作了 就開始把剛剛的動作 再演示一遍 只要一個動作 它就幫你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一,優標先點一下D欄 它就入一行了 也許叫什麼 columnD.slate 按右鍵之後呢,把它插入一欄 二的話,在這邊再點一下D1 它就會幫你寫一行成叫range 這個就儲存格嘛 rangeD1.slate 點slate就是優標放進去 那我給它一個名稱叫年 然後呢,它就會把這個年的這個文字 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了 然後再來就優標再點D2 然後你就可以怎麼 再插入剛剛的那個公式 就把它公式給記錄在我們的這個裡面了 OK,這個裡面的三個字 然後最後的話呢,就向下填滿 好,結束了對不對 這個時候請你記得喔 要結束 那怎麼結束 上面不是有個停止錄製 好,就把它按下去喔 反正呢,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很容易NG 所以如果你NG的話怎麼辦 重來吧 你不要笑喔,真的就是這樣啊 錄錯了就重來就對了 OK,所以比如說你不順 剛剛中間有地方NG 請你重來 那重來怎麼重來 很簡單嘛 你就再按錄製 然後再給一樣的名稱 它問你說是不是要覆蓋 你就把它蓋過去 它就新的了 OK,大概是這樣喔 好,那接下來的話 錄完之後喔 我們要知道說到底有沒有成功 接下來的話 關鍵時刻來了 請你把剛剛這一欄刪掉 然後怎麼知道有沒有WALK成功 前面不是有聚集清單 你看 如果你要把剛剛的動作 重新再執行很簡單 就是找到清單裡面剛剛的名稱 因為我剛剛的名稱叫插入欄對不對 然後你很簡單嘛 猜應該可以猜得出 按哪一個按鍵了 欸,對,執行 那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不想執行 我要看程式在哪裡 編輯嘛 有沒有,如果不要的話就刪除嘛 其實這個應該可以滿好理解的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關鍵時刻來了 所以你等一下RUN一下 看看有沒有成功 不過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錄製聚集喔 沒辦法像我們用那個Ctrl-Z復原喔 所以如果你假設 擔心說你一執行 這個資料會亂掉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先做一個動作 先把這個工作者先備份 就是拖拉加Ctrl鍵 有沒有 然後再去WALK 不然的話喔 你做錯了 結果怎麼 結果刪錯東西 回不去了 那就麻煩了 可能要注意一下啦 我們來RUN一下給各位看 這個喔 執行他 看看有沒有增加黏這個欄位 執行 有沒有發現 他在瞬間就執… 太快了 在… 因為他其實就是把 剛剛你做的動作有沒有 通通都把它… 有沒有,這邊多一欄了 那… 太快了喔 只是… 你想說老師這太快了 可不可以慢慢來 其實有個方法 如果你要慢慢來的話 你可以按編輯 這個有沒有 按編輯 編輯的話他會把程式調出來 有沒有看到 你剛剛寫的程式就在這裡 那他放哪裡呢? 其實喔 剛剛錄製劇齊喔 他會先幫你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叫做Module2 那你剛剛寫的程式在Module1 所以你說老師 那我剛剛的程式怎麼叫出來 很簡單嘛 Module1點兩下不就出來了 那你說老師 那我剛剛錄的東西 我要看怎麼辦 那你再把Module2點兩下不就有了 那你說老師 那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多Module 有兩個放一起,可以啊 你把這個剪下來 放在 module 1裡面,可不可以? 可以的,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只是說它會自己幫你加很多 module 造成很多人找不到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至於說要不要放很多個 這個就你自己決定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邊 module 1, module 2 還有同學說,老師那我不要叫 module 1, module 2 我要叫別的名稱可不可以? 可以啊,下面不是有個 name 你如果叫 module 3, enter一下 它就變 module 3了 可不可以改?可以 你說老師那我改中文可不可以?可以 沒有問題 它沒有那麼不堪實用 而且沒有那麼複雜 我是建議如果你要學這個 盡量直覺一點 不要記一堆,記一堆說 最後你也記不起來 其實這個還蠻直覺的 我覺得它的圖形化工具 其實還算人性化 那做完之後 如果你要讓它再 run一次的話 假設你希望它慢慢 run 你就是切過來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要從這邊編輯找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開 video basic 因為其實 如果你按這個編輯的話 其實它也是直接跳到 video basic OK,你說老師那我不要按編輯 我直接開 video 也可以啦 這個沒有關係 沒有那麼複雜的 反正這個路怎麼走都OK 你說老師我要到捷運站怎麼走 你高線怎麼走 其實直覺的嘛 直直走就好了 你說我要走後面繞過去 也可以到啦 反正就是看個人習慣問題 按編輯有沒有 或者是說你可以怎麼 按 video basic 然後打開 module 3 也是OK的 另外的話我建議 你 video basic 盡量不要遮住整個 itself 因為整個遮住看不到後面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我看不到後面 我就沒安全感 對不對 所以我的習慣 這是我個人習慣 但你說老師我沒關係 那沒關係 你習慣就好了真的 所以以後你就自己找到一個 你自己個人習慣 但是又不會做錯的方法 就是好方法 你看我這樣子感覺有沒有 他有個層次耶 前後的關係 對 如果你把它遮住了 像我剛剛看同學有遮住 我就會很想要把它縮小 有時候真的是習慣 那習慣改不了啦 那我自己會有我自己一套的習慣 那如果我這個習慣 你覺得不習慣的話 你可以改 但是你千萬不要改得越複雜 越簡單越好 OK 好 那所以呢 寫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run run的話 我們剛剛是直接這樣子 這個run的話 他是直接從頭run到尾 也就是說有點像是直打車 就完了 不會停 但是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讓他先停一下 然後再停一下 再停一下 再停一下 欸 就是說有點像站站停的概念 可不可以啦 其實什麼 要怎麼站站停 請各位看一下真錯 裡面有一個叫足行 有沒有 不過我建議啦 你可以記得一個快速鍵 叫F8 或者你按這邊也可以啦 按這邊每次要點一下 然後清單出來再點一下 你倒不會按F8 所以F8的話呢 他可以就是讓你站站停 F8有沒有 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時候出現 他執行第一行 第一就是sub 按第二下 有沒有 他就會跳到這邊 然後跟你講說 他要 但是你現在這一行還沒執行 你要按一下 他這一行 那你會發現喔 我們第一個是選那個D欄 有沒有 所以喔 怎麼選D欄 陳先生要告訴你 他這裡有一個物件叫colons colons是什麼 就是欄物件 然後要選哪一欄 選D欄 不過啦 選D欄 未來其實你要寫 其實我習慣 你可以這樣寫可以D欄 或者你寫 這樣也是D欄 OK 那 不過寫法 你未來可以改 不改都沒關係 然後按F8 你有沒有發現 他已經幫我選D欄 然後呢 插入一欄就這樣寫法 插入一欄 有沒有 然後再把D1 油標放進去 然後輸入一個年 有沒有發現 然後再把D2點一下 然後再輸入公式 然後再向下填滿 填滿的範圍是這個 就OK了 所以啦 如果假設你更貼心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上面的註解加一下 那怎麼加註解 單引號開頭 第一個 比如說我們什麼 選取 你會在這邊打字 當然這個每個人的習慣 要怎麼打這個註解 每個人只要看得懂 為原則 所以選取D欄 類似像這樣 然後呢 再來第二個 什麼 第二個就是 我習慣是這邊是 插入一欄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游標放在 這個底下自己再打 第三 游標放在D1 然後輸入 輸入年對不對 然後再游標放在D2 然後再輸入那個Lad的公式 然後再來這個應該看得懂 Auto Fill 就向下填滿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把這個註解稍微加一下 因為如果你假設註解加完之後 你會發現 喔 程式你都看懂了 那以後如果你要 拿這個上面的程式來用 可不可以喔 也就是有些程式你不會寫 沒關係 那當然喔 以後你程式錄久了之後 你大概就知道怎麼寫了啦 所以有時候 錄製劇期有時候是 寫VBA程式的一個階段 因為像我已經錄久 大家都知道他大概會怎麼寫 最後乾脆自己寫就好了 那這個錄完的程式有個缺點 就是這個程式太攏長了 那如果我也要自己改成比較精簡 那應該怎麼改 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把剛剛這幾個動作 先彩排一下 然後再去錄製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